大家好,7月25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会议经表决决免去秦刚兼任的外交部部长职务,任命王毅为外交部部长 免去义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职务,任潘公盛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中国国家主义行民签署了第八号主席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潘公盛,潘公盛是人民银行党委书记、行长 他1963年7月初是安徽安庆人,1993年5月加入民盟,99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员,剑桥大学博士后学者,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 现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行长、国家外汇管理总局局长、党组书记 潘公盛1980年9月到87年7月,任浙江冶金经济专业科学会计系学生、经济系教师 87年9月到90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士学院经济学硕士 90年9月至93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经济学博士 93年9月至99年9月,中国工商总行住房信贷部副处长 97年10月至98年9月,在剑桥大学政治与经济学系商学院博士后访问学者 99年9月至2000年的3月,中国工商银行总行计划财务处的处长 2000年3月至2003年4月,中国工商银行总行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组织部副部长 03年6月至04年5月,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副行长 04年6月至05年10月,中国工商银行计划财务部总经理股份制改革办公室主任 05年10月至07年1月,中国工商银行董事会秘书股份制改革办公室主任 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07年1月至08年4月,中国工商银行董事会秘书兼战略管理与投资关系部的总经理 08年4月至09年1月,任中国农业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09年1月至10年4月,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行长 09年上半年在中央党校学习 10年4月至12年6月,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执行董事副行长 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的上半年 他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学习 12年6月至15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15年12月至16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国家外汇管理局党组书记 16年1月至2023年的7月,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国家外汇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 23年7月,人民银行党委书记行长 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 他是19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19大,20大代表 11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7月25日,他正式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现在来看,王毅被任命为外交部长 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由前任外交部长 再一次担任外交部长 实际上现在来看,新中国只有周恩来 类似于王毅,担任外交部长 卸任以后再次担任外交部长 但周恩来他当过国务院总理 所以和王毅是有区别 王毅是首位前任外交部长 又重新担任外交部长 所以王毅现在在外交界,实际上他已经成为了 我觉得可以左右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人 就类似于当时这个周恩来 所以大家要理解 那么这个事怎么看呢 我先从这个大的国家 为什么要任命潘弓胜和王毅担任外交部 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这个事 给大家解释一下 那么大家知道秦刚是战狼 秦刚他自己的问题呢 咱先不提 以后有机会再说 那么任免秦刚 你看战狼被撤下 王毅是什么呢 实际上你看王毅是温和派 王毅相对比较秦刚这个战狼派 他相对温和 那么在外交政策上呢 换下战狼秦刚 换上一个相对温和的王毅 那么在中国啊 人民银行 就是中国的央行 换上亲美的潘弓胜 那大家知道潘弓胜是亲美的 他在哈佛大学留学 他至少他不反美 那么现在就很有意思啊 所以从中美关系来看 那中国的央行行长 他这个任命 任命之前的一个月 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访问了北京 看懂逻辑没有 耶伦访问了北京 美国方面 跟中国进行了秘密的沟通 耶伦访问完以后呢 基辛格也来了 美国对中国进行了密集的访问 我之前说过啊 中美已经达成了某种秘密协议 那么我从这个事情啊 我个人 我谈谈我自己的看法 中国已经决定跟美国交易了 这是个非常明显的信号 战狼撤下来 至少外交层面不再像过去一样 反美了 保持一个相对中立 特别是俄乌战争这个问题啊 那么经济上财政上 换上一个美国喜欢的人 潘工胜 也向美国发出一个明确信号 就中国已经接受了美国的条件 那现在来看呢 潘工胜担任央行 行长 中国人民行长 他是绝对不会抛售美债 美国国债这个问题 美国可以放心 那也就是说 中国方面实际上 已经和美国达成了某种协议 具体内容没人知道 但是你从这个情况来看 美债的问题 美国已经踏实了 外交方面 外交部不像过去那么反美了 看到了没有 这就是逻辑 那现在呢 大家知道啊 习近平团队 包括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党中央现在也召开了一系列的经济问题的座谈会 而且也发布了 关于中国新时期这个经济政策 你看啊 这个一系列的也说明 习近平的团队 未来呢 会独自应对 房地产行业 金融危机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 中美之间进行了交易 看懂这个逻辑没有 中国未来 在金融方面 在房地产方面的问题 美国方面会给予中国帮助 这是我个人的判断 而习近平的团队会独立面对 所以你看 央行行长的人选任命 我觉得美国方面也放心了 那这一切呢 实际上也包括外交方面啊 外交方面和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关系 后续咱们还要观察 还要发生巨大的变化 比如中国和俄罗斯和乌克兰和美国的关系 可能面临着新的变化 现在来看的央行行长和外交部长这个变化 说明中美私下已经达成了共识 那么现在不清楚啊 这个 中国向美国索取的某些汇报 那中国满足了美国的要求 中国向美国索取什么 现在不知道 但是未来可以看美国的行动 你通过美国的行动 你就知道了 中国能从美国那里得到什么 那么现在呢 俄罗斯和美国在乌克兰战场大打出手 中国这个时候呢 缓和和美国的关系 俄罗斯会非常紧张 所以下一步要看中国 特别是王毅为代表的 在约翰尼斯堡 在这次金砖国家峰会上和俄罗斯的互动 怎么样安抚俄罗斯 大家可以仔细看 这是今天我的观察 那现在来看呢 俄罗斯方面呢 未来会受到中国的压力 所以我大胆的判断 俄罗斯战争可能会告一段落 就中国方面现在和美国 缓和局势 那么俄罗斯战争可能会是 俄罗斯受到中国的压力 可能会告一段落 因为俄罗斯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 它很难独自面对这个 美国独自面对北约 俄罗斯可能会同意 坐下来谈 达成某种协议 这是我大胆的 我个人的猜测 最后还是要看战场发生的变化 因为这里边有变量 有反对力量 反对力量 如果到时候有一些突发事件的话 你这个协议也很难达成 所以还是要看各方的反应 但是我大致把这个方向 大致把这个方向 给你捋一下 就是向这个方向来的 战狼后退 战狼撤撤 秦刚撤撤了 把王毅推上去 相对来说温和 那么人民银行行长 不反美的 美国非常高兴 潘弓胜绝对不会抛美债 美元霸权稳住了 美国会很高兴 中国下一步从美国那获得什么 我刚才说了 一个是中国在房地产问题上 财政政策上 国内国际环境上 美国可能会配合中国 另外一个很有可能是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 美国会配合中国 我觉得这一点 包括基辛格 包括财政榜 伊伦和中国应该已经谈了 所以中国才同意 这是我大胆的猜测 因为没有人能看到 中美达成那个协议 没有人知道 只能未来 咱们再观察 所以台湾人可能被教育了 我大胆猜测一下 那么现在俄罗斯非常紧张 我之前说过 俄罗斯非常希望知道中美到底有哪些协议 但是你从秦刚 撤下外交部长这个职务 人民银行任命攀工胜 我觉得俄罗斯心里大致就已经明白了 后面要普京出马了 就普京和习近平的私人关系 才能扭转 你说未来俄罗斯方面要发力了 下一方面咱们要看俄罗斯和中国的互动 中国能从俄罗斯那里拿到什么 你记住啊 这个外交 大国之间的交往就是这样 我没有必要为了俄罗斯我反美 我不希望俄罗斯倒 但是我也不会反美 我和美国之间也会有利益 我们可以谈 但是我跟美国之间谈成某些内容 不会违反 我在欧亚大陆对俄罗斯保持一种稳定这个态度 就不会让美国肢解掉俄罗斯 但是仅此而已 中国和美国的合作 也要看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合作 这叫三国三角关系 所以这个非常微妙的 那么现在俄罗斯只能积极的寻求和中国的合作 来获得更多的中国的好处 你看这样中国的话 我昨天节目说过 中国现在争的是路线 就对美路线 那么现在来看 中国方面和美国方面达成了协议 中国的路线现在越来越清晰了 中国现在这个路线越来越清晰了 也就是说俄欧战争可能会告一段落 而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可能会进入下一阶段 那么现在来看 实际上美国也在发挥自己在中国的影响 积极的在发挥美国的作用 这个太清楚了 所以俄罗斯现在下一步很有可能也会积极的发挥俄罗斯影响 咱们再观察 最后呢我想说 虽然中国和美国达成了某种协议 但是中美这个对抗不会结束 中国对俄罗斯支持也不会结束 因为中国是绝对不希望美国支解掉俄罗斯的 所以未来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还会继续 那么在经济领域 中国和美国的合作也在扩大 所以现在来看 中美中俄 互惠互利的发展 未来是大的趋势 那大家知道我是支持欧亚大陆联合 欧亚大陆崛起的 欧亚大陆崛起呢 首先要中国 首先要超越美国 那么在经济上 中国也需要美国 中国也需要美国 中国不能排斥美国 在经济上需要和美国合作 但最终中国是会超过美国的 而美国其实也懂 美国现在主要的精力放在罗勒斯这个问题上 所以未来美国会一方面和中国合作 另一方面会积极的反俄 这就是未来的趋势 那在台湾问题上 我觉得现在美国很有可能已经放弃了某种 在台湾问题上它疯狂 那未来的美国在高科技领域还会对中国进行围堵 中美这个博弈呢 还会持续 但某一些领域中美还会合作 这就是未来的中美关系 那中国呢 想要发展 要崛起 实际上不能脱离和美国之间某些领域的合作 其实让中国人 美国人看的也很清楚 在某些领域竞争 在某些领域合作 这样中国才能向前发展 那未来中国和美国和俄罗斯的合作都会更加深化 更加扩大 都会选择不同的领域 像军事政治和俄罗斯会走得更近 像经济 像金融 未来也会扩大和美国的合作 另外也会反制美国对中国的围堵 特别是芯片 高科技领域 这就是中美 还有中俄关系 我会持续关注 后续有更多消息 我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 感谢观看